我這個舌頭很明顯是舔在我妹的臉頰上面 這個是因為拍攝角度 我妹要親我的時候我是打算要轉頭 用舌頭去舔她的臉頰 怎麼親到嘴唇之類的 有嗎 這根本沒有親到嘴唇 如果我親到我妹嘴巴 我跟你講 當下吼 尖叫的不會是我妹 會是我啊 你知道嗎 我跟我妹相差七歲 她出生的時候我大概幼稚園 就看著我妹嬰兒從寶物衣箱爆出來 一路看著她長大 儘管她現在已經成年了 儘管現在已經18歲 儘管現在20歲 但是在我眼裡永遠就是 就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 然後從小就是會這樣子跟她惡作劇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不要真的不要想太多 沒有親到你的嘴巴吧 沒有 我是不是那時候是 他親我怎麼可能沒有先揍死他啊 你讓我親一下啊 為什麼要親給大家看啊 奇怪 快點啊 因為我不是只有親他啊 我爸爸哥哥都會親啊 來過來 你不要那麼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鹿哥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澄清一個事情啦 就是關於我在底下上面被岩上的那個事情 這個事情的由來呢 就是 我在去馬來西亞彩雲閣那部影片裡面 在一開始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畫面被人家說 我用舌頭去舔我妹的嘴唇 今天晚上就出發 真的沒有騙我的啊 沒有 對於這個事情我有幾個疑問 第一個就是德國骨科到底是什麼東西是什麼梗 那第二個點就是其實我也有在底下就是做解釋 原本在抵抗我想說就算了 結果沒想說就臉書的一些社群平台 對都在討論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我勢必是要出來好好的解釋一下 這個事情的來容去美 那你們看我這個藏不住的笑容就是知道 我其實對這件事情我有多麼的無奈 這一篇的標題叫做 哥哥親妹妹是正常的嗎 盧哥要盧妹親她一下 盧妹主動靠近盧哥 然後呢 盧哥在留言說土舌頭而已沒有親到 土舌頭而已 土舌頭 對啊對啊這樣有親到嗎 我妹的嘴唇很明顯是在我的臉頰以外 我這個舌頭很明顯是舔在我妹的臉頰上面吧 個人蠻喜歡盧哥的影片的 但這畫面看起來很怪怪的 想問看看卡友們的看法 希望大家可以理性討論 我跟你講光這個PO文啊 就有點 我不知道他的意義何在啊 他存了什麼心態啊 你就是想要把這個東西 沒什麼的東西丟到底卡上面去有個討論嘛對不對 然後有討論之後你就 你就覺得哇 有人關注你的貼文很爽之類的 我看底卡的環境很多都是這樣啊 這個呢是因為拍攝角度 我妹要親我的時候 我是打算要轉頭 用舌頭去舔她的臉頰 那常常看我影片都知道 我很常會用這一招 因為我妹對於我用舌頭舔到她 她就覺得很崩潰 這個就是我們兄妹之間平常的相處 並不是說像你們看到的這樣子 怎麼親到嘴唇之類的 有嗎 這根本沒有親到嘴唇 看一下喔 希望大家可以理性討論 看一下這底下的506則留言裡面 有幾個人是理性討論好不好 太噁了 對啊 我自己承認啦 我用我舌頭齁 那個口水去拉我妹的臉 是真的蠻噁心的 但是呢 我這麼做 讓我妹崩潰 我就覺得很爽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爽齁 不是像你們所謂的那種 戀妹情節的那一種爽 而是 看著她的痛苦就是我的快樂 你知道嗎 我的出發點是這樣子 所以說 希望不要有過多的誤解 好不好 然後再來 這個德國骨科 會是我們今天的重點之一 我們等一下就去查一下 這個德國骨科到底是什麼 下面留言 如哥說他只是轉過去伸舌頭 沒碰到啊 可能很近 加上角度關係 所以看起來像親到 而且他們平常相處就是這個模式 不要太在意對 我平常相處就是這樣子 不管怎麼樣 這 這 這要 是被告性騷擾 是成立的 好 像我爸 平常 那我媽的時候 也是會類似說 欸 漂亮 來給我親一下 然後我媽可能就轉過去 我爸就會舌頭上來 啊 這樣給他喇一下 我媽就啊 好噁心 我覺得 這對於我們一家來說是 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 我們家的人感情都很好 對 可能 自己下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每一個人 相處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不能拿你自己的 先入為主的觀念去套用在別人身上 我覺得這才是 最需要 討論的事情 不然就不夠理性的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會被沿上就是 有點 觀感不佳嘛 對不對 但是我一直以來 跟我妹的相處 就是這樣子 而且我舔的是 她的臉上 也不是舔在 你的臉上 我跟我妹 相差七歲 好不好 她出生的時候呢 我大概 幼稚園嘛 就看著我妹嬰兒 然後從保護衣箱這樣爆出來 然後一路看著她長大 啊 那儘管她現在已經成年了 儘管現在已經十八歲 儘管現在二十歲 但是在我眼裡呢 永遠就是 就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 啊你知道嗎 然後從小 就是會這樣子跟她惡作劇 所以說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好不好大家不要 真的不要想太多 親臉還可以 但是嘴巴就 會不會太額爛 哪個眼睛看到我親她嘴巴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 嗯 如果我親到我妹嘴巴 我跟你講 當下齁 尖叫的不會是我妹 會是我啊 你知道嗎 又是為了流量的新聞 他們X是你們抓出來編的 這篇文又不是我PO的 也不是我花錢 叫別人PO的啊 什麼叫做為了流量 留你X啊 雖然我也一點都不想碰到我哥 但 但應該就是他們家 人之間的相處模式吧 這部影片 如妹跟爸爸也是嘴對嘴 即興的一下 那你為什麼不抓我爸出來編啊 你抓我爸出來編 抓我爸出來編 不要都只針對我 你看有沒有看到 嘴對嘴唷 嘴對嘴唷 鬼父是不是 蛤 變態是不是 要抓去關了 我妹要告他啦 嘴對嘴唷 給大家看清楚喔 鬼父 好不好 你看我這個臉是不是感覺很像 很像很羨慕對不對 嗯 怎麼可能 這就是我們家的相處 才會把這種東西出來編 德 國 古科 德國古科是網路用詞意思是指親兄妹發生不倫性關係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要找個當事人來講一下他的想法給大家聽一下好不好 不然我說在多你們也覺得他的我就是德國古科嘛對不對 我們家呢就是三兄妹 對 我 老二 大老二 我妹 我妹跟我差了七歲 我大哥跟我差兩歲 然後差九歲 我哥跟我妹差九歲 不要因為我妹比較操勞 你們就覺得說 我哪有操勞啊 我現在 我以為你要打人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是想要 這樣子 我是想要這樣子過去 你知道嗎 剛剛那個角度會不會又以為我舔到你啊 應該是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啦 瘋狂岩上 欸不會一個成績沒有被人上吧 就是 我是想要 那樣子 我妹親過來的那個瞬間 我往她的這一邊給她 拉過去這樣子 可是就因為角度問題啊 就被以為是 是親到嘴巴 對啊 反正那一天的情況是這樣子 沒有親到你的嘴巴吧 沒有 我是不是那時候是 我也不可能 他親我怎麼可能沒有先揍死他啊 怎麼可能 我 我講過如果是我舔到 我一定衝去先漱口漱一百遍 我是在 那天我是 喇到你這邊對不對 口水沾到一點點嗎 那就崩潰了嘛 哥哥不讓我親 讓我親一下啊 為什麼 我要親給大家看啊 奇怪 快點啊 因為我不是只有親他 我爸爸哥哥都會親啊 再過來 你不要那麼看 這樣可以嗎 換我換我 換我 這裡 這裡 快點哥哥 我們要拍個合照 你在這邊 你在中間 對對對 這樣子 對對對 對對對 好老喔 3 2 1 還有我還沒親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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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